还有没几天就要过年了 那我先在视频的最开头祝大家新年快乐 不管你今年是回到老家还是在别的城市 都希望你们能够开开心心的过好这个年 迎接新一年的挑战 好那我们回到视频 今天依旧是粉丝puzzle系列 是我们的老朋友毛同学的最新作品 我们打开看一下 没有说明书 然后也没有这个挑战的规则目的 我来看一下它之前有没有给我发过 哦等一下 希望我戴着眼罩仅凭双手打开这个盒子忙完 然后摘下眼罩之后完全理解它的原理并且复原 很久没有去忙解puzzle了 好吧我现在先开始计时戴上眼罩 这个老样子好吧 你们先观察一下这个puzzle的四边 我先来大致摸一下 OK我们好像可以直接通过声音 来听出来你们听 对吧当我这样移动的时候 它在这个位置很明显的是有声音的 这个纵向也有声音但是很轻微 哦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这个东西出来了 但是它没打开 这边已经可以出来了 我猜测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可能会有通道 现在这个柱子应该已经从通道的这边完全移下来 所以上面是空的 你看上面是完全可以拉出来 它这边卡住了 我得想办法把两边都解锁 先转一下 感受一下 哎呀我好想把这个眼罩拿掉 面上看还有没有机关 面上感觉没有机关 核心的就是这个块和里面的那些零件 我感觉里面的零件完全散了 它怎么复原啊 哎哎哎哎 等一下这边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洞 哦等一下 我摸到东西了 这边有块可以掉出来吗 哦哦哦哎哎 打开了打开了 七分钟 过了七分钟 老猪 哇这个东西哎 极度变态 哎这个东西很变态 我拿手机拍给你看 你看这个里面 里面是有空间的 而且你看这个是有夹层的 这个灰色的块宽度是一个单位 这边是一个深度为一个单位的夹层 然后这面上面这边也是有夹层 这个黑块宽度是两个单位 所以它里面有个两个单位的夹层 然后这边的宽度是8个单位 其中有三个单位东西是可以进去的 这里的这个空间只有一个单位 然后它平时的锁的情况应该是这样 就这几块大的在里面 所以会导致你看不管怎么样都会锁 我是怎么解开的呢 等一下 我有个想法 我有个想法 我们把这个先拆开好吧 给大家研究一下 这块在这 那么这块 刚好塞进去对吧 OK 你看从这个角度看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有操作的可能性了 我在我在想 当这两个都塞进去的情况下 但这个缝高度不够啊 那这个薄的就只能放中间了 假设是这样子 不行啊 它这就是类似一个滑绒道 然后在里面它怎么样的有一个组合的这个方式 所以我的这个方案不对 我得画一下 我得画一下 这个有意思 这个有意思 OK 大家这样一个情况 这边是3 这边是3 这边是2 整个是8 然后我就要把这些东西给放进去 这边放这么一个 然后这边放这么一块 这里如果能放下这块是刚刚好 然后上面我们再放的话就是 如果我把这两个放在这 这个老猪是放不进去的 因为它们这两个加起来 这个厚度是没法塞进去的 所以老猪如果要放在中间 OK 卡死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怎么去组合这些块的问题 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但我不知道它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 我们去猜测一下 我觉得要把这几个小块都放在里面 这两块可以出来一格 两次它划到了这 可以怎么样 OK 我现在发现个点 就这个块它是可以立着的 这个块是可以这样子立着的 我把你放到这边 合理了 OK OK 不是 AAK OK 所以一开始的逻辑是 这个是它最终解的状态 很宽裕对吧 一开始逻辑应该是 这个往外走 这个往外走 空间不够 难道是这样子 让这块尽量往这边移 这个也往这边移 然后这个就是凸出来一点点 但它可以完全在里面 这样子 当我这边出来的时候 它就可以出来 它一旦出来 这块可能可以这样子滑下来 哇 那这个我是怎么解开的 会不会太复杂了 这个东西 万万没想到 万万没想到 我刚才联系到了王同学 也终于问来了 它这个puddle的设计原理 怎么说呢 就是 你们先看好吧 G&M 这puddle是这样的 解开来之后会发现 有一个两层的空枪 还有六个零件 一般拿到puddle晃一晃 在处置状态下 它会是这样的 就是黄块会一般向左 然后紫块立刻下来 把它卡住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 磨精针的这个离心力 然后这个直接倒过来 转一圈 这个红块它就会向下 这个时候它底下的黄块的长度 就会够短 然后可以完全收容到这个空枪中 因为这边有个可以挡住它 这个再往左边一倒 它这个整个都收容进去 就可以解开来 OK 那这个视频看完呢 逻辑非常清晰 也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先要通过 离心趋势让两个小块 移到空枪的两边 然后让方块掉下去 这时候呢就有足够的空间 让最大的两个块进行移动了 但是这两个块呢 是始终没有办法 同时进入到通道内的 所以这个时候 紫块 也就是老猪 就要出厂了 我们需要用它挡住 其中一个通道出口 然后在反向的倾斜 这时候两个大块 就都可以进入到通道内 然后整个puddle也就解锁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当两个大块和方块 都在通道内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办法保证 那两个小块在空枪里的位置 因为这个空枪真的太大了 两个小块在里面 可以非常自由的移动 所以我们很有可能 会在第一步就被卡住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要想办法 限制住里面这两个小块 它的移动空间 比如给这两个小块 增加一些卡口 让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出来 那虽然这个设计呢 确实还略显粗糙 不够严谨 但是我从中发现了两个 非常棒的闪光点 第一是这个老猪的位置 确实会给人一个固有印象 我们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东西 都放到通道内 事实证明 其实这个老猪 它一开始就是在外面的 而第二个是我觉得最最最最最棒的设计 也就是这整个puzzle的玩法 当我缺失了一部分感官 把这个puzzle解出来之后 我要把这个puzzle给复原回去 回想我之前所遇到的种种情况 这个过程是非常棒的 它就像一个命题作文 是一个有了限制的再创造的过程 那基于这个玩法呢 我觉得就还可以出现非常非常多 有意思的设计 给你一些零件 给你一些条件 然后让你来复原这个puzzle 就像复原一个按键一样 所以这次的收获呢 依然很大 然后也可以给视频前的一些 puzzle的设计者 爱好者一些启发 谢谢老同学 视频最后呢 再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里是吉安的秘密基地 我是吉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